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输线长毒的走私案 嫌犯以进口名义 从马来西亚邮寄两大箱的USB传输线来台湾 海关进行了检验 发现其中藏凯他命毒品 种重达6.4公斤 全案以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法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将纸箱打开 看似是一般的USB传输线 里面却夹长毒品 这起国际运毒走私案发生在今年4月 刑事局真三大队联合官务署查出 从马来西亚寄出的两大箱 共201条USB传输线 国际包裹油轨 经过海关进行检验 果然发现里面夹长 总重达6.4公斤的Ketabin毒品 检验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分工精细 利用层层转手领取毒品包裹 想要躲避警方查气 不过还是拦逃警方法眼 兵分多路分别在新北市新店中和 及桃园龟山逮捕三名嫌犯 在国内会由第一层的徐姓范茄 来负责收领包裹 那其实在收领包裹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都非常谨慎 会和一些小丁蜂在附近去做一个巡视 其次呢 他们在利用这个冰蚂摊当作一个据点 实际上是要掩人耳目 不让大家去注意 然后这个第二层的王姓范茄 实际上躲在这个冰蚂摊内 会与这个第一层的徐姓范茄进行联系 然后呢 当徐姓范茄交给王姓范茄之后呢 这个王姓范茄 他会再往第三层幕后的这个首脑来进行联系 然后呢 当这个陈姓范茄拿到包裹之后 自然再把这个首脑交给王姓范茄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陈姓祖贤遭生压获准 这也是国内手中利用USB传输线运毒的案件 警方强调将依据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的硕毒追人断金流模式 全力瓦解制造运送及贩毒组织 维护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交通部观光局年度指标活动 2023台湾仲夏旅游节开跑了 汇集了13个国家风景区 22个县市政府 从6月到9月呈现35项 台湾夏日特色旅游 从吃喝玩乐游衣方面攻占全民的目光 夏日热心活力的春水注入这个启动仪式台 启动今年的台湾仲夏旅游节 夏日是台湾旅游的旺季 台湾拥有先天地理优势之外 还有丰富的艺术 人文与美食面貌 可以同时享受海岸风光和山林景色 更可以体验艺术 音乐还有夏日良品美食 交通部观光局举办台湾仲夏旅游节活动 邀请国内外朋友放碗底下 观光局它事实上是按照春夏秋冬 在四季都有一个主轴的一个活动 在春天就是灯会 台湾灯会 那夏天就是今天的台湾仲夏旅游节 然后秋天是自行车节 然后冬天是台湾好汤 所以在四季都有这样的一个主轴 那台湾仲夏旅游节 对交通部现在正在推展 这个观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在我们利用特别预算 然后来扩大吸引国际观光客 那前天的数据是246万 那我们年底目标是300万 也就是说在年中 中间的中大概已经接近300万 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年底可以达到300万 600万的这个目标 那明年呢我们希望就恢复疫情前的1200万的目标来走 那今天这个台湾仲夏旅游节 是从去年开始 由观光局重新把它打造 那今年刚才主持人有谈到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除了现场很多的伙伴 还有包括我们13个风管处 22个县市政府都已经投入 那总共有四大的主轴 那另外在观光局也已经有规划 要拍摄这个跟齐柏林基金会合作 要拍摄一个宣传短片 要在美国的时代广场来播放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夏天有这么好玩 那我这边特别跟大家这个推销 就是我们7月1号北中南 三大都会区的通勤业票就要发行 就要开始启用 那北部就是基北北桃 东部是中张头苗 南部是南高平 你只要比如说以基北北桃来看 买一张1200的 他就可以帮游搭各种公共运输的运据 那这个平常叫做通勤业票 那假日叫什么 就是假日的通勤业票 所以等于说假日大家也可以拿 我好像有带 顺便推销一下 平常当通勤 假日就当t pass 当公共运输低碳旅游 所以大家也非常 这个请大家多多的这个应用 台湾仲夏旅游节推出四大主轴 清凉 消暑 良品 山林 结合各县市府推出的观光活动 期盼让台湾的观光品牌 让世界都知道 每个礼拜三烟火 那个船上又可以吃东西 喷饮料 听音乐 事实上我们现在国内国旅的部分 已经都复苏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假日 事实上这个每一个风景区 或是我们旅馆都定得相当的满 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是国际观光客 那国际观光客在前天大概达到246万 那我们年底是600万的目标 所以现在确定应该是年底的600万目标 可以达到 那在明年就可以恢复到疫情前 1200万的水准 那现在整个国旅的部分 它大部分都是在假日 它人很多 那平常日是包括我们的旅宿 包括我们的餐饮 生意是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国外的这些国际观光客 他们来大部分都会跨这个礼峰时间 平常日 所以刚好把礼峰这一块把它补齐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要 国旅还有国际观光客 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观光署我们9月15号挂牌 那人选很多个 包括我们现在的局长也是很重要的 很选知应 所以我想说我们期待是说 这个人对于观光 是他有他很多的一个专业 然后也善于这个行销 然后带领我们观光 迈向下一个这个新气象 所以我想说这部分就等 我们讨论完以后 会跟行政院在做最后的确认 然后会公布 在9月15号以前会公布 另外观光局还规划 仲夏巡回车计划 串联全台夏季精选特色活动 14场巡回登场 邀请网红艺术家 音乐人多元参与 以各式特色工作方 街头访问挑战 良品互动的方式 现场与民众互动 分享仲夏旅游的美好体验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每年端午节前后 就是台南芒果盛产的季节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异常 缺水的影响 芒果的体积普遍偏小 为了要协助家乡的农民 立法委员郭国文 特别媒合了银行 受险及投雇信头三大工会 认购芒果 也呼吁更多的企业来响应 立法委员郭国文 与农良署副署长姚志旺等人 一口吃下 芒果酸甜的滋味 让他们大赞好吃 豆游节前后正好进入 台南芒果盛产季节 不过受到气候异常缺水影响 今年台南芒果体积普遍偏小 选区正好是 台南六大芒果产地的郭国文 特别化身推销员 积极媒合企业来认购芒果小果 过去的送你 我们都喜欢送大果 那拜托各位 今年能不能帮忙送个中小果 送中小果基本上 有它特殊的风味 也可以帮助农民 这个今天召开记者会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来卖芒果 那请各位来买芒果 因为已经进入这一个盛产期了 虽然台南芒果体积变小 不过相对的果肉甜度与外形 也比以往好很多 连病虫害都很少 农粮署与台南市南化等农会 强调现在吃台南芒果正是时候 也肯定郭国文 年年协助推广 对农民帮助很大 另外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说 以往可能常常会下雨 会发生的这些碳曲病 黑斑造成果形的这些外表 有一种黑妈妈的情形 今年反而降低了很多 几乎都很少很少看不到了 因为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的果形不仅漂亮 而且我们的甜度更加的甜美 整个芒果的产气 从南边的屏东 刚刚产量没有多少 到了台南这个地方 在六月底到七月初 产量出来 品质也是最佳 所以符合天使地利 那我们今天委员 召集大家又是人和 我如果你说算是当时算好 当时你刚出就是 这个下子 对对对 所以这准都要等到时 也感谢我们委员 利用这次记者会 来帮我们做中小果 目前中小果是有点压力 郭国文的号召也获得 投信投雇 受险及银行三大工会响应 其中受险工会询问才一天 就已经认购超过600箱 已经有一些数量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 需要透露一下没关系 不多耶 600多箱而已 600多箱可以了 很有诚意 还有没有统计的 几家大公司 空白蓝还很多 对空白蓝很多 对于中国大陆宣布 重新开放台东凤梨释迦进口 郭国文直言里面 充满了政治操作 他表示像芒果 就不需靠中国大陆 透过内外销 及加工等做法 将品质优良的农产品 送到消费者面前 其实这种 很纯然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种政治操作 但是我们不要靠别人 我们靠自己 我们芒果也不靠中国大陆 对不对 我们都靠自己 我们不外乎是内销 外销主要是日本跟韩国 还有就是靠加工 我们一直持续推动了 农业三支建 所以农业 其实要靠我们自己 农粮署方面也表示 目前芒果外销部分 日韩总计已达750公顿 农粮署也会积极开拓 多元通路 帮助果农 台南产区 现在产量逐渐上来之后 外销量会逐渐往上拉 我们不仅是销到日本 销到韩国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 到新加坡 中国大陆也是可以外销的 那我们会开拓多元的这些通路 郭国文强调 今年台南芒果虽然体积较小 但是果肉细致 口感香甜 品质不输大果 而且价格平时 欢迎大家多多采购 用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农产品 支持中小国 支持中小国 落实企业责任 落实企业责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让整者走出家门 走入社区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共同举办长者热灵活动 在端午节前夕 特别邀请教育部 热灵学习讲师 带领长者做爱草抱枕 品尝清热安神的爱草茶 展现手作乐趣与成果 长者们手拿针线 神情专注的缝着客家花布 缝好后放进晒干的爱草及枕心 就可以完成一个美丽的爱草抱枕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 以实在味道六镜永续为主题 安排一系列的课程 包含烹饪手作品尝美食等 丰富长者生活增进五感体验 这个系列课程是我们的实在味道六镜永续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 其实是结合我们佛教的六镜来办理的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课是我们的六镜里面的一个香 那因为配合明天是端午节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是结合我们的爱草 也有相关的爱草茶 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香草原意的这样子的疗愈 来提升我们长者身心的一个健康 那我们六镜的课程原则上有九周 那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八周 那我们的这一系列课程 其实里面都融入我们健康促进的一个相关的题材 包含我们前面的一个健康饮食 然后我们也有教导我们的健口操 那另外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手动的一些活动 那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绘本的一个就是编写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啊 除了让长者有一些健康元素以外 那长者其实在我们的活动中间 都会有一些互相沟通交流的一个就是时间 那也希望他们透过这个活动啊 多多出来接触民众 然后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健康 然后因为这个课程的部分其实是有玄接 就是我们去年的课程一些长者的反应 例如说他觉得手作的课程啊 还有一些香草的课程 是他们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想要就是接触的 那因为除了一般我们可能手动的话 那今年我们有加入一些例如说香味的一些题材 那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有做一些 可能就是园艺的一些种植 那这些课程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长者他们在做的过程中会跟别人 别的长者做互相的一个沟通跟交流 所以他们觉得来这边其实最重要的是 好像交到朋友一样 那另外课程的一些新就是不同的题材课程 也让他们觉得这课程是有趣的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课程 让长者他们可以来自己动手动脑 然后呢不会老师都关在家里 让他们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跟一些伙伴一起上课 这是我们健康安全健康会的一个宗旨 我们那个六镜整个的就是说 让长者可以自己动手去做菜吃 然后动手做一些他自己喜爱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请老师来教 那老师教给长者的呢 他们每一个人对那种植物 还有一些做菜 对他们自己本身那个心灵的那个疗愈 成效蛮好的 这次的课程特别邀请 有十多年教学经验的乐林学习讲师 带领长者做艾草抱枕 品尝清热安神的艾草茶 活动气氛热络 长者也收获满满 我们这种65岁的老人 其实我们退休了以后 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然后我们出来学习 就是能够补偿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为了家庭为了工作 没有办法达成的兴趣这样子 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多多学习 然后有一些创作 让我们带回去 而且来这里能够结交很多 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 非常感谢大同健康中心 提供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就想说反正 已经退休很久了没事嘛 就来这边学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有炒饭 生菜沙拉 然后有做手作的东西 有健康操都有 就是学了很多 然后认识了好朋友 所谓的艾草应用 就是艾草其实它不只可以做抱枕 可以做手工皂 做汤圆 或者是艾草柜 那都可以 那所以我们刚刚先用简报先介绍艾草 可以泡茶喝 像我们今天就让长辈们喝艾草黑糖茶 长辈们其实还能出来学习的 都还算是很健康的 那所以呢我们通常大概都会提醒他说 要继续保持学习啊 然后都出来走走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活动还邀请马街护砖社区老师 带着十位学生志工 陪伴长者一起做手作 借由互动过程了解长者需求 这次的活动我们其实搭配了 还有之前的一些社区的一些 园艺治疗 还有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个 手工艺的制作 那透过他们这样子的互动 学生可以提升他们的沟通的能力 以及他们对于 呃 现在我们所谓的高龄友善的一个 呃 在地老化 能够知道呃 长辈们他们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 得到一些最立即的即兴的照顾 在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会面面 透过这样子的互动 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生活中在意的问题 比如说帮了家庭 比如说跟子女的互动 孙子的互动 透过这样世代的交流 能够彼此能够了解 呃 不管从长辈了解学生 学生可以了解长辈 他们在与生活在意的一些话 话题 比如说有一些呃 医疗护理的一些照顾 随着高龄社会来临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乐龄活动 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 在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与人群互动 学习新知 开心过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为了要协助新移民疏解身心压力 台北市新移区公所三度开办新移民美术创作班 在刘伟华老师细心指导下 短短两个多月学员就画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湖泊可爱的越南叮当舞为这场成果展揭开序幕 这是由台北市新移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美术创作班成果展 已经迈入第三期 指导老师刘伟华表示 这一期采取比较困难的透明水彩作画 希望鼓励学员勇敢下笔展现自我 有的学员画到第三个版本才教出作品 让他很感动 同学在第一堂课觉得很辛苦很痛苦的状况下 然后到第二堂课的那个修正 然后水用很多慢慢慢慢的大家也都上手了 而且画出来的效果也都很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同学 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画的那个效果 回家自己买纸 把颜料带回家 重新再画 有些同学甚至画了三版 才教出一张满意的作品 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真的很认真 非常的认真 展出的作品分为两大主题 其中学员们彩绘的永春皮灯饰 重现今年元宵节新一区主题灯区的美景 让新一区公所区长陈冠林大为惊艳 刚开始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有一点惊讶 因为我还以为是我们上一档 留下来的这个摄影比赛得到的作品 得奖的作品继续在展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说 哇这个全部都是画出来的 而且再更仔细看会发现 他们比起我们原来的摄影作品 其实多了更多这种艺术跟感情 放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大家来这边细细的品味的 另一项主题则是各国花卉 来自香港的冯子薇 就以香港丝花 养子金花作为主题 象征家人永远在一起 平常很少时间画画的她说 这次真的画得很爽 认识很多新朋友啊 在课程上面是 可以很放松的去 自己去发飞 自己去画 然后这一起真的画得很爽 因为平常都是很真的 没有空去画画什么的 但是参加这个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 我也有把画带回家去画 那很享受 冯秀之则是选择画江西省的省花 同时也是台北市花的杜鹃 连续三期参加美术班的她 以前完全没有绘画基础 一路跟着刘老师学习 最开心的是看到自己逐渐进步的成就感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完全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呢 当你不管怎么样 尽管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还是看到了那个进步的那个 也蛮有成就感了 看到了进步的那一面 以百花之王牡丹作为主题 第一次学画就选择最难画的花朵 来自湖南的叶鹏感谢刘老师的协助 让她能顺利完成这幅作品 这幅画了好多好多时间 当然刘老师也帮了我很多 教我很多 他真的很会教 画这幅画好疗愈好开心哦 除了展出绘画作品 学员们还以走秀方式 秀出结合设计图样的创意手提布袋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方面 邀请大家到新义行政中心 一楼文化艺朗欣赏新移民姐妹的创作才艺 从新移民的角度感受世界之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芒果产季到来 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 和农粮署联手推广台南芒果 甜品和手摇品 也欢迎民众到台南游玩 品尝当季的鲜芒果 台南芒果强强联手 清凉冰沙搭配芒果泥 还有抹茶混搭芒果 别有一番日系台味体验 这是台南市政府和农粮署 用职人精神共同行销台南芒果 特地北上来推广 带来产地芒果甜品和手摇饮 介绍特色商品给大家 装有我们台南芒果的芒果汁 先把它拿起来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滚杯 好 这个呢 让这个杯子沾满满满满的 艾文芒果的这个黄澄澄的感觉 感觉夏天到了 那第二个步骤我们拿起这个 打好的牛奶冰沙 那跟我们刚刚已经滚好杯的这个 芒果 果汁 对 我们shake在一起 我们直接大力地把这个牛奶冰沙 倒进这个芒果汁里面 豪卖地倒进去 像我们芒果切丁的感觉 芒果切片 一层一层的堆叠 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次的 Moshi Moshi 他们在夏季所推出的限量饮品 台南芒果产量居全国第一 甜度高且香气浓郁 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 台南市府也推广台南国际芒果节 有官方账号推出吃喝玩乐的丰富资讯 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下单区 方便民众选购 产地指出鲜果 那台南市芒果的故乡 有台湾最大的芒果的一个产地 那也生产了全世界最优质的芒果 所以今天代表黄市长 特别到农委会这边来开记者会 一来感谢 二来是跟爱好芒果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宣告台南的芒果季正式开始了 那我想今年的 这些国际芒果节系列的活动 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刚刚我们的诗意也特别介绍了 我们今天带了几位达人 有Moshi Moshi茶饮的达人 有果酱南海 这个是全世界金牌冠军的 这是果酱的达人 那另外我们刚刚还有肥猫咖啡 这个是咖啡的职人 所以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这些达人跟职人来 主要是刚刚护主委又提到了 其实芒果不只是鲜果吃好吃之外 它还是百变女王 搭什么都好 百搭 所以也希望说今年特别邀请很多的这些料理达人 共同与芒果来混搭 那打造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甜点也好 沙拉也好 各式各样 跟芒果结合的这些产品 让大家感受一下芒果的百变魅力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跟了很多的达人 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另外今年其实也希望各地的爱好芒果的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尝到最新鲜 产地直接配送的这些鲜果 所以我们也搭配了所谓的快散 这些物流 能力物流的车子 从彰化 台中 苗栗 桃园 双北 让大家可以很快速地买到产地最新鲜 最甜美的这些芒果 那另外这一次我们也跟胖卡的联盟 有很多的胖卡车非常的有特色 不管是披萨的烤肉的等等 我们跟这些胖卡的联盟来合作 把芒果跟他们的产品来结合 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胖卡车跟芒果结合的这些饮食的部分 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让大家可以就近就品尝到很多混搭的这些芒果的美食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的芒果活动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LINE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 透过这个网站大家可以随时掌握我们这些芒果相关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体验等等 那包括一些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官方的LINE 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的所谓的这些电商平台 可以直接去做相关的一个采购 那最后要邀请大家的是6月22、23是我们国际芒果节的开幕 地点就在我们走马赖农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台南芒果祭 那品尝今年最鲜甜的芒果 我另外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整个的芒果虽然说大概上个月因为南部的干旱 果形有比较小 可是很意外的 上个月在各大的超市 这种四盒庄的比较小粒的这些芒果 反而是好像很受我们的消费者的喜欢 那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南部开始下雨了 那我们的芒果树也受到水分的滋养 那真正的呈现出它的一个国品的一个品质 所以中大国的比例越来越高 刚好端午节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送礼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全国民众 有机会到超市多多选购我们的芒果 台南国际芒果节在各产区轮番上阵举办精彩活动 有芒果冰气泡饮甜点和芒果料理品尝及制作体验 欢迎民众来参加 还有芒果快闪巡回车 在全台跑透透 相信可以到芒果节观望粉丝专页了解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呼吁各界重视网路霸凌的严重性 董事基金会已从2020年起进行了网路霸凌伤害防治工作 创意每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五为停止网路霸凌日 今年与全台十所学校20位名人合作 呼吁民众正视网路霸凌所造成的伤害 帮助网路霸凌的受害者 大家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因为受到一些网路的霸凌 被忧郁先生给缠上了吗 艺人陈汉典 威廉大贺 体育选手林书豪 周天成 吴嘉颖 还有歌手李爱为 陈琳九 林凡 以及主播网红等20位名人 特别拍摄影音及贴文 响应董事基金会 倡议的停止网路霸凌日 艺人威廉和大贺 更以自身经验 呼吁民众正视网路霸凌问题 受关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攻击我啊 包括主持不好啊 说我这个英文发音不好啊 什么什么 那几天的这个 而且同时间你还是要 必须要继续在工作 而且要继续在场上 那我可能就多了 五虎哥啊 但是这些所有 突然间一晚上多了 四五百折的人 那刚好我这个人又犯贱 我也会去看 哎呀 我也会去看 那现在的青少年 他当然是身心灵的 没有办法那么健全 那我们是已经千疮百孔了 所以多了这几个洞 但还是会痛啊 还是很不舒服啊 我自己有一个防火墙 我尽量去筛选 就有大部分我还会自己去观察 说他们的攻击 好像没有攻击我不帅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 详细分析就对了 分析下去 就是我在找寻说 这些四五百折的攻击当中 有一些人是真的有建议跟建言的 就说 哎 你可以再去上一下英文课 然后发音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支持你 这个我会吸收 他那时候留言说 我看了播出 原本不认识你了 我还特地找你的粉丝专业来骂你 赞 赞 谢谢你 恭喜你认识我 对对对 我就只能说 谢谢你还花时间 花力气 对 来找到我的粉丝专业 谢谢你哦 因为我觉得 伸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你是高EQ回应的 我只能这样做啊 那这个时候伤痕 但是留在深夜里面 自己在那边这样子 OK蹦踢一下 OK蹦踢一下 所以我要让建议知道说 其实你即使 一句不经意的留言 但其实对于 伤害症 但有时候都不太 赶算那个节目 发了我几次通告 我只能说 不好意思这样 哦那 其实像我家男生之间 很喜欢开玩笑 有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辨 他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在恶意重伤呢 你会怎么分辨 你的方法 其实这很主观 哦真的啊 就是你觉得是开玩笑 那就是开玩笑 但是你觉得 这个东西是恶意的 我觉得是恶意 那就是恶意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伤害就造成 所以我觉得每次 大家要讲一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要停看停 这不是我上船的耶 趕快确认一下账号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来不及了 已经有人转船啦 不要看啦 不要传给别人 小时 这不是你自己抛的吗 不是啦 还有你怎么也可以这样看 根据董事基金会调查指出 全台青少年中 2.5%有被网路霸凌的经验 而调查也发现 从旁观者转为发生者 有将近五成几率 可以让霸凌者停止行为 因此今年董事基金会 也和全台时间学校合作 宣导停止网路霸凌日 我们在跟这个我们的心理 心理卫生中心在讨论到 有关于网路霸凌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一再企图 能够从法的方向 来针对这种所谓的网路霸凌的防治 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 事后的处罚损害都已经发生了 伤害都已经发生了 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呼吁 我们的政府能够正视网路霸凌的问题 不要只是在一些地方机构的 这些有关于中小学教育 校园霸凌的这个领域 来做一些空谈 其实我也参加过不少 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们的教育机构 现在几乎都是校园霸凌 就是教育机构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教育机构 他们所必须要管理的项目 是如此的繁杂 你要让他们真正能够在 校园霸凌的领域 尤其是网路霸凌的领域 能够发挥功能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此希望我们的 呼吁我们的政府 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 要重视这个网路霸凌 针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大家必须要能够拿出对策 学生使用3C产品时间的增加 那学校更有责任要教会同学 同理尊重 正确的使用网路媒体 那当然呢 在这边我们也一再呼吁宣导 跟同学讲说 一旦遇到网路霸凌事件 我们就是记得不要害怕 也不要自己隐忍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找学校的老师 或者向家长反应 那当然呢 在这里 学校就一再呼吁他们 学校一定会陪你勇敢 不要一人孤单承受 那在这边呢 学校不管是调查事件 或者是事件的澄清 还有有关于 相关事件同学们的情绪重建 这些学校一定都会提供 所谓的资源 还有协助 而少精神科医师 陈子才表示 青少年遇到网路霸凌时 可能会有忧郁 焦虑情绪 父母观察到孩子 常流连网路 饮食睡眠习惯不正常 心情明显低落 很可能就是遇到网路霸凌问题 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不只认识到 这个东西对生活的一个伤害 可能我们也低估了所谓 它跟传统霸凌的不同 很多家长或很多的成人 会觉得我关掉就好 可是我们对霸凌的定义 是一个慢性重复的 是吧 可是呢 当网路每一次开 每一次就跳出来 它虽然只留言一次 它其实对孩子来讲 它就是一直重复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让孩子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整个来讲 我觉得霸凌单就像我刚才 就是校长们或所有人提到 它其实是一个自杀自伤的高危性群 所以孩子在这个霸凌的一个过程 当然会觉得很受伤各方面 所以其实从防治到了解孩子 为什么会受伤 就是主观的感受 跟客观的事实 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孩子花多少时间 他的世界是不是只剩网路世界 那可能这是跟大人 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还有他们的生活作息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影响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会丢出说 一个是他的作息会受影响 睡眠 心情 吃东西 就是生理上面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是当孩子丢出讯号 比如说我告诉你 通常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严重 就你关掉就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轻忽的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应该要有更多的认识 那第三个是让他们学会 去有困难 我觉得不一定到真正很严重 有问题 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去寻求 所有可信任大人的一个协助 董事基金会希望借由倡议 停止网路霸凌日 提升青少年心理任性 及网路霸凌防治观念 也呼吁政府应更完善 网路霸凌防治相关法律 保障社会大众使用网路安全 以及对霸凌行为有所嚇阻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近日性骚扰事件连环报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 为了响应人口政策的愿景 倡导性别平等的观念 特别前进中轮高中 开设认识数位性别暴力课程 透过轻松有趣的怪兽解体公司桌游 带领中轮高中高一的学生 更加认识社群媒体 可能带来的数位暴力 松山区公所举办认识 数位性别暴力课程 邀请深度研究数位性别暴力的 边边女力协会 秘书长谢丽君 透过轻松有趣的怪兽解体公司桌游 让学生了解性别歧视等各种状况 杜绝校园数位性别暴力的发生 同时借由更与时俱进的方式 进行性别意识赔力 启发学生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认知 中轮高中一直以来各位同学的表现呢 在各界都是可圈可点 包括我们这一次参与支预算大家的提案 也都有进入特优 那也谢谢各位同学今天呢 等一下老一老师会跟大家上这个很重要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老师呢 有准备了一些这个桌游的道具 相信呢一定非常地精彩 那也谢谢校长还有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的支持跟参与 我们的区长呢非常关心中轮高中 他其实他是从 是去年嘛对不对 去年才来到松山区 但是呢比起校长过去 我知道的之前的区长而言呢 我们的区长呢来中轮呢 已经好多次了 而且每次都带礼物来 这一次带的礼物就是给同学们的 看到你们在旁边有那么厚厚一大本 非常精美的那个笔记本 之外还有就是支持我们这些课程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区长 对我们中轮高中的关心 中轮高中校长刘晶晶 也特别感谢松山区公所 再次与中轮高中合作开设课程 期盼透过课程 启发学生们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 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毕业生市长金英奖颁奖典礼 市长谢国良勉励学生发挥金英奖的精神 并分享市府研议成立儿童事务专责机构 营造拔尖腐弱 世性发展的快乐成长空间 来自西国中林佳乐同学 从小面临上腹之痛 克服悲伤 奋发向上 2022年荣获总统教育奖 在国中求学阶段成绩优异荣获市长金英奖 我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八点档的狗血剧 就是爸爸过世 然后很多事情都没有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通常教过我的都知道我的故事 就是每个都给我鼓励 然后说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我们都对他对我自己有信心 未来遇到什么 照着自己的信念去做事 带着大家对你的期待继续往前 同样是新一国中 郑明林同学参加各项竞赛 曾经拿下全国动画组第二名表现突出 满感谢老师就是一开始就找我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参赛 那其实后来发现训练国中会比国小还要多很多 还要更麻烦复杂一点 但是蛮开心的就是最后也有得奖 接下来是熊佩柔同学 而然而国小舞蹈班熊佩柔同学 在家长和老师的支持下 在舞蹈竞赛中成绩亮眼 在比赛的过程中是爸爸妈妈非常的支持我 让我能获得这次的好成绩 进到仁爱国小之后啊 他们课后班就是有多元的发展 那他也是从就是从提琴啊 到最后就是喜欢上舞蹈这样子 所以就是很支持他朝这边这条路上这样一直走下去 那他对自己的计划 就是未来的计划也都很有就是很有规划这样子 那金英奖在舞蹈班里面除了学科的努力 还有术科的并进 那佩柔是我们这一次学校推展 多元展能计划奖学金最成功的例子 那因为有佩柔的努力 然后对舞蹈的执着 然后为学校为我们基隆基隆士争光 然后获得了个人全国赛的两座冠军回来 所以呢有佩柔学姐的鼓励 那接下来的学妹呢都以佩柔为目标 金英奖颁奖典礼在文化中心盛大举行 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 依一颁奖给312名毕业生 除了献上得奖祝福 谢国良承诺市府会努力提供孩子优质的学习和游乐空间 明年研议成立0到12岁儿童事务专责机构 除了孩子的就学以外 除了孩子的玩乐以外 那国良也思考在明年会成立儿童的专职机构 所谓儿童的定义大概就0到12岁 那我希望能够对孩子们 在我心目中的孩子 像小爱今年也是幼稚园要毕业 就在9月他也要进入小学了 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道在座的家长有没有像我一样这种感觉 一定有 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间孩子就又要迈入下一个阶段 那我们会随时的鞭策自己 不管成立的是儿童事务处还是儿童局 我们都会用在座的各位的家长 爱孩子这样的精神 我们去思考在城市如何让孩子们冬天有地方可以休闲游玩 半夜生病了如何可以快速迅速的透过医疗系统 了解到孩子可能的症状跟如何就医迅速的得到照顾 并且在各级学校中 在所有的教育制度里面 我们要做到拔尖扶弱 这句话我们刘处长常常提到 希望都能够让孩子们有适合他们发展的一个环境 那相信你们在各位家长 你们的孩子在你们的各级学校是最优秀的 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挑战 希望大家都全力以赴 为了让家长及获奖学生留下纪念 圣服也特别租借了美颜拍照机等多款的拍照道具 让每位与会者都能够自行拍照留念 留下难得回忆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基隆清水季活动 将在7月1号到8月31号 在暖暖清水公园恢复举办 欢迎亲子朋友来细水与体验生态人文的活动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跟小朋友互动的画面 气氛温馨又充满同趣 这个记者会主要是介绍 位在暖暖清水公园的基隆清水季将于7月1号开跑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睽違两年的清水活动 就在我们暖暖清水公园 一五不开放 二三四六日我们开放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心里实在太热了 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平日工作啊生活走在路上 真的还要防中暑 所以希望这个开放时间希望大家都去玩一玩 利用我们的清水来消暑一下 那个从7月1号到8月31号 就是整整两个月 我们要来办暖暖的清水季 那清水季最主要的活动呢 就是在清水公园里面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是休息的 那二四二三四六日 我们都是开放让小朋友在清水公园玩水 那这个是比较最主要的 那在这个两个月的活动里面 我们有办 比如说夜间观察 还有步道的践行 还有淡然古道的一个散步 还有到大清农场的一些活动 还有图书馆的一些绘本 也就是说整个暑假期间7月到8月 欢迎所有的家长带着你的小孩 一起来我们暖暖区公园 去玩清水季 那假如说在这个暖暖区的清水季 你有对活动啊不了解的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你都可以上我们暖暖区公所的 FB的官方网站 都可以有相关的讯息 今年夏天的基隆清水季 也结合丰富的生态观察 步道践行等系列活动 充满暖暖丰富的在地人文特色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共同来参与 我讲一二三我们说我们要去玩水 一二三 我们要去玩水 再来一次哦 一二三 我们要去玩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睽違两年的端午龙洲嘉年华会议 6月21号在海洋大学小亭码头盛大登场 今年龙洲趣味竞赛 增设了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 活动包含了创意市及水上乐园体验 及水域活动安全宣导 现场热闹滚滚 银枪声响起 小选手全力贯注 奋力滑奖 比赛考验体力 也考验默契 队伍来到终点 却发生小插曲 原来龙洲版没有控制好 全部的队伍都塞在折返点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 拿下胜利 顺利晋级 刚刚另外一队就一直撞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节奏 就是大家的默契要一起配合 才可以滑得比较快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 因为我觉得它跟一般龙洲不太一样 就是它很像那种独木走 就是那种是板子 它不是旁边有帮忙挡着 这个有可能会就是掉下去 主要就是我们昨天拿羽球的那个拍子 然后大家就是先练习那个节奏 然后怎么滑姿势怎么做 我们的团队平时都是以体育竞赛比较多 这水域活动是第一次 但平时我们也都在海大来参加他们的小艇 码头里面参加很多水域活动 但是龙洲是第一次 那他们平时我们也没有水 所以他们就利用扫把 然后练习节奏 刚刚同学提到节奏很重要 那我刚刚从这边听到他们 回程的路上 那个节奏很明显 睽違两年 端午龙洲嘉年华会 21日在海洋大学 小艇码头盛大登场 今年龙洲趣味竞赛 新增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 活动邀请了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议员何淑萍参加开幕仪式 希望这次的比赛圆满顺利成功 大家流流汗 充分的运动 也希望大家得到理想的奖项 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那今年的特别点呢 除了我们恢复原来的龙洲竞赛 各个学校都派员参加之外 那最重要的也为了符合CRPD 也就是身心障碍者公约的一个基本精神 所以呢我们今年有动无爱组 他也要特别谢谢好几个协会 然后也推派了代表 我们有组成了四对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小组 在今年的端午佳节的龙洲赛里面 加上了很多的我们这个身心障碍人士的一些项目 然后又结合海洋大学 让我们这个很多的无论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我们的身障人士 还有一些我们的社会人士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端午节无障碍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全民来参与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总共有三个队伍 就是梦幻巨人队 然后挑战奇迹队 然后还有圆梦勇士队 其实就是谢谢给我们这些孩子多一点机会啊 就是他们可以体验不同的事情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水上 除了大型龙洲区位竞赛之外 海洋大学也办理了水域活动安全宣导 提醒大家细水时要注意安全 鼓励大家青海同乐 增添了端午过节的区位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 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啊 啊 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